OK 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道理题 这道题目呢是09年希望杯六年级的一道题目 好 我们看一下 有两个相同的仓库 搬完其中一个仓库的货物呢 假需要六小时 那假的效率是六分之一吧 你需要七小时那七分之一 饼呢就十四小时 就十四分之一 假以呢同时开始啊 各搬运一个仓库的货物 那么开始的时候呢 饼呢先帮假来搬 后来呢又去帮乙搬 最后两个仓库的货物同时搬完 问的是这个饼帮假几个小时 帮乙帮了几个小时 好 那么这道题呢更奇怪了 有两个仓库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说明它们的量是一样的 如果其中一个是单位一 另外一个是不是也是单位一 是吧 好 我们的简单画图看一下 好 这是一个仓库 比如说这个仓库呢是A仓库好吧 A仓库 这个呢是B仓库 它们呢完全一样吧 但我画的不一样啊 好 第一呢刚开始的时候 假呢在这里搬 乙呢在这里搬 是吧 而且这个饼呢是不是没处可去呢 饼呢先帮这个假搬这个A 是不是 搬到一定程度呢 又去帮这个鱼 搬这个仓库 到最后是不是两个仓库同时搬了 问题是饼帮家 饼帮鱼分别帮了几个小时 教题啊 非常困难你发现了吗 三个量 而且呢 又帮他又帮他 帮他帮他帮他 不知道帮几个小时 教题怎么办呢 给你提示啊 他们三个人 有谁歇了吗 没有 是不是一直都没有停的干 没有 他们说有没有说先后开始 还是同时开始干呢 没说 同时开始干 假仪丙是同时开始干 对 假搬仪业搬 而且饼呢跟他们三个 是不是同时进行 两个是不是同时进行 我只是我饼呢 在这里搬 先在这里搬 然后再来这里搬 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同时结束 对了 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搬完两个仓库 相当搬完几个单位 两个单位 那我们就知道 他们总共用的时间 你发现了吗 能不能 能 这就是从整体情况考虑 他们三个人 搬完两个仓库 是不是 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那么用了几个小时呢 我们可以运用 从整体情况考虑 那就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 假1.3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那么他完了 两个仓库 是不是单位2 除以他们工作效率和 假呢 六分之一 加上乙呢 七分之一 加饼 十四分之一 是不是可以算起来啊 那我们看一下 算起来是多少呢 应该等于 四分之二十一小时 那同时们 我们来看一下 假在A仓库里面搬 乙呢 在B仓库里面搬 那假椅 是不是都干了这么多个小时 大家都干了这么多个小时 那假的工作效率是多少呢 十六分之一 他干了这么多个小时 他能搬完这个A仓库吗 他肯定不能 因为丙还帮他 搬一部分啊 是不是 我都不用算 他肯定不能 这个在这么多小时里面 假绝对不能搬完他 帮他 丙还帮他干嘛 都不用帮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可以知道啊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假椅呢 分别自己干了多少 我们是可以出出来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假完成工作 是不是用他的时间 乘以他的效率 完成这么多 那他还剩多少没完呢 八分之一吧 八分之一 谁帮他呀 丙 丙 丙帮他完成这八分之一吧 那丙的工作效率 是不是十四分之一 一除 我是不是就知道 丙帮这个假 搬A那个仓库 搬了多少小时 是不是除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啊 丙帮假一共帮了这么多 那他用了多少时间呢 是不是一除 等于一二四分之三小时 好 那同事们 丙帮假帮了这么多 那丙帮乙帮多少呢 那同事们 你觉得哪个方法 最容易算出 丙帮乙帮了几个小时呢 好 同事们 选择一下 好 选对的同学 太正常了 选不对的同学 也挺正常的 因为他觉得啊 方法很多种 是吧 我用哪种都行 但是我说最好的方法是哪种 总共这个饼干 我自己也干了四分之二十一小时 是不是 是 他帮这个假帮了这么多 那剩下的可不就是 只能帮谁了 帮乙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了 一减是不是就可以啊 最后答案应该是 三用二分之一小时 因为你比较慢了 是不是 帮你帮你比较多 那么这下题我们就做完了 同事们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吧 好了 那我们呢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个 总结 好 最后一个环节 温固 知心 看一下我们这个工程问题同事们 学到哪些方法了呢 好 我们第一个首先我们说工程问题上单位一的引诱是吗 我们把工作总量通常看成单位一 当然你看成单位二也没有问题 只是计算呢 稍微有点复杂 好 那么如果有多种单位总量的话 我们有可能看成单位一 它是有倍数关系 它就单位二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 OK 好 这是单位一的引诱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等量带换方法 等量带换呢 其实啊 我们在这节课当中讲的就是 变成合作关系 比如说杨老师古老师那要题啊 先做几个小时再做几个小时 咱可以把它变成合作关系 对吗 对 变合作关系我们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要知道这两个人的工作效率合适多少 否则我怎么转要成合作呢 越转越难是不是 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 我也不是傻子对吧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基督同龙的方法 基督同龙呢 它的本质就是假设的方法 如果假设全都是假做的 算出应该是谁 义对吧 反过来 假设全都是义的 那算出一定是假的 OK 就看题目问的是什么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方程的思想 或方程主的思想 那么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建议同学们 一定要优先重视方程的方法来做的 OK 列出来一解就可以了 而且是应用题的话 那么如果你能列出来 解不出来 能得到大量的分数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比如这条题有十分 你把方程列完成正确 只是没有解出来 那么十分啊 可以给你六 七 甚至八分都有可能 好 同学们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同学们 我说 如果大家有计算 我们这一讲就讲 很多方程的东西 我们这个方程的方程 我们都会进行 什么方程的方程 基本力量 它们的关系呢 有点像路程呀 时间呀 所读的关系 单位一是工程问题的核心 方程方法是工程问题的关键 把握了这两点啊 工程问题就成为我们的朗中之物了